假錄到的氣氛,想要濕到87% 星期三,下午有風騷快樂的人 帶給你另一個環節,就是叫做 風騷十日程 風騷十日程,最高榮耀 編劇秀男 演出,黃海琴 朱欣 死人Jeff,每次都禮詞 明知人家最怕一個人站在街上等他 抱歉,Pauline 這部電影還沒開場 這部電影當然還沒開場 但我在這裡被人看了很久 Pauline,你這麼漂亮 人家看也沒所謂,有人看 不跟你說,入場了 有時真的懷疑這個Jeff 究竟當不當我是他女朋友 人家的男朋友 通常都不喜歡那些女朋友 穿得這麼暴露 被人看虧了,怎麼可以 但他偏偏喜歡我 有這麼少就穿這麼少 說什麼,有本錢當然要浪費 這樣拖著我出街才夠威和 都不太心理變態 祝你很快就可以做我老婆 你也想啊 怎麼樣,準備了什麼生日禮物給我 厲害了,現金五十萬 價值一百萬的名貴房車 還有豪宅一棟 傻了啊你 喂,你快點說真的 送什麼給我 我說真的,我剛剛提名你參加特區小姐 喂,贏了就有我剛才說的 你幫我提名參加特區小姐 你不是吧 都說真的 吳信 給你這張報名表 你不是吧 你幫我報名也不告訴我 我想 給你生日驚喜 不幫我驚喜 這麼難受 哪有難受 你這麼漂亮 你一定會贏 贏你的死人頭 在大庭廣眾穿泳衣 好像小丑那樣被人玩 你捨得了嗎 唉,你的思想 不要這麼幼稚才可以 你身材這麼好 在別人面前穿泳衣 這些叫做show quality 有什麼所謂 放棄你這麼聰明 唉,那些問題一定難不了你 一個不小心贏了 還不當同性價十倍 有什麼不好 反正你剛剛大學畢業 又未找到工作 這些機會真的不要錯過 那你不怕我真的贏了的話 我會不要你嗎 這麼難得 有個這麼懂得欣賞你的男朋友 你捨得才算 嗯,我還是想想想 我真的怕自己不行 有我在你身邊支持你 來,來,來,來 為未來的特區小姐乾杯 乾杯 你傻瓜 真的要參加嗎 下一個輪到你去面試的了 不是吧 到現在 這一刻才想起拳 無論如何 進去試一下吧 我真的很害怕 不用害怕 記住 未來特區小姐的後官 你一定會帶著 來 拿點勇氣出來 到你了 乖乖,進去吧 我在這裡等你了 乖乖 你 你讓我同伴 聽說 穿得很帥 失散 永遠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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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大陣海 你 你 你不當不在 世界 終有關排 可 你 對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依賴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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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場賽, 用個短情向前 我知道, 你用五個彈器 彈彈起來, 我要為你跳舞台 為你的彈彈起來 我們一起跳舞台 為你跳舞台 喂?我是呀 哈?我入了準決賽? 我會準時到的了, 謝謝 嘩, 我都說你可以的了 我真的想不到, 這樣也讓我入圍 不過, 要打下其他十九個女生 我想我的機會都是好吃的了 你知不知道, 你這個人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 都沒有比賽, 就經常想著自己輸 當然, 那麼, 先把輸賤 人家真的不習慣跟別人爭的 鳳姐, 又不是我自己想參加的 我之所以這麼鼓勵你參加 就是想你試試怎樣去面對挑戰 所謂有競爭才有進步 其實你條件這麼好, 又怕什麼跟別人爭 就算我說, 由今天開始 你一於將自己操得有能力的 幾時都以最佳狀態見人 那我相信很快, 我就會有個特區小姐女朋友 看來你想我贏, 比我想自己贏更多 那一人不參加, 一參加就要全力以赴 是嗎? 不過... 不要不過了, 一於由我來做你的形象 兼Keep Fit指導 由今天開始, 你每餐的食量 要減半才行 要不然, 上鏡也不好看 那我以後沒有口味 成功, 是不是要付出代價 惡夢開始了 喂喂喂, Pauline, 你看看 今天報紙登了你們的照片 還有人幫你改了一個花名 叫做水爵愛美神 你有沒有搞錯, 什麼名字 說到人家這麼噁心 挺好啊 有人幫你改名, 證明你形象突出 給人的印象深刻 很多人, 恨都恨不到 好啊 改了這麼便宜的名字 我真是不恨 那別人稱讚你身材好 你看看照片看得到你多健康 嗯... 不過那個臉部位呢 只差一點點 看來你的食量呢 還要再減少少 還有呢, 還有呢 這些東西呢 點心啊, 你現在在吃中 很肥的 放下放下, 不要吃了 不是啊 不是啊, 我幾個星期都沒吃過飯 現在我走路呢, 我沒力的 那你想不想靚呢 喂, 為什麼呢 好像這麼多人看著我 難道每個人都今天看到報紙啊 是吧 走吧, 很不自然啊 唉, 要不要走呢 就有些人看了 要的了, 要的了 你現在要開始習慣一下 連對群眾 我沒有你這麼好戲啊 你不走了嗎 我走 麻煩你結帳 為什麼今天這麼晚才可以走呢 沒事啊 幹什麼啊 Jeff啊, 我不玩了 好辛苦啊 發生什麼事啊 今天啊 今天啊, 我被排舞老師啊 當著所有人面前 說我反應遲鈍啊 連跳幾個舞步呢 都跳到成隻蟹一樣 那人家從小到大都不懂跳舞的嘛 我又不是來考舞蹈藝園 要不要這樣還啊 唉, 那些人不用管他啦 你要記住, 自己是為了什麼來參賽才行啊 是啊, 最慘啊 我就是連自己為什麼來參賽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喂, 那就為了 學多點東西, 認識多點人咯 認識人? 那些女孩子啊 每個看到我被人罵都不知道多開心啊 我真的沒有興趣認識他們 總之啊, 我不理那麼多 我明天回去告訴大會 我要退出 我有得他們自己鬥餐飽 你這麼辛苦才能進入十名 唉, 現在是最後十名的啦 現在退出啦 你不覺得很浪費嗎 那最後十名又怎樣呢 又不是贏著的 好辛苦啊 人家好大壓力啊 唉, 算了算了 回去洗個澡 睡個好覺 明天起床心情好些就沒事了 什麼心情好些就沒事呢 我說真的 為什麼你一定要我熬得這麼辛苦呢 我也是不想看到你半途而廢 浪費了點心機 我說你根本沒有理過我的感受 就真的 由始至終呢 都是你想我參加的 你想有一個特區小姐做女朋友 你沒有想過我怎麼想 但是你不覺得 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真的學多了很多東西的嗎 那只得限度 人生經驗豐富了先 是啊 是見的東西多了 但是我不開心啊 你作為男朋友 不是應該最想見到我開心的嗎 我覺得能夠見到你進步就最開心 算了 我真的沒話跟你說 行了 我會繼續比賽 喂 我沒有擔心,我只是想表演快點結束,快點讓我回家睡覺 你一定覺得很累吧? 不要緊,反正今天晚上,我明天就能做回自己 等一會,表演結束了,我和你慶祝吧 等一會再算吧,我要準備準備了,再見 Pauline,Pauline,恭喜你,你終於贏了,我都說你可以了,我們去哪裡慶祝吧? 為什麼要跟你慶祝? 蛤?那我是你男朋友,你獲獎這麼開心,當然要… 你不是只關心我有沒有進步嗎?原來你還會理我開心嗎? Pauline,你為什麼突然對我這樣? Jeff,我很感謝你,因為沒有你,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進步 但我現在知道了,就是飛著你找個別人,就這樣吧 Pauline,這封已經是我寄給你的第十封信 我不希望你會接受我,我只是想讓你看到我對你的誠意 每當我想起以前跟你一起的片段,我就會很內疚 我也都很後悔,沒有及早顧及你的感受 你說得對的,身為一個男朋友,其實應該令身邊的女人開心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堅強迫她去進步 因為如果,隨便一方走得太快,大家的距離,其實… 就只會越來越遠 但到現在我才明白這個道理,似乎真的太遲了吧? 今天看到報紙,知道你沒多久,就要去美國參加國際性的選美 所以,我在這裡衝心祝福你,做你成功 我永遠都會掛念你,我永遠都會掛念你 那個曾經,只是屬於我一個的Pauline,Jack 一 그� Ideally пять 我 adopted 在此 か好? OK 這邊 欲望 30 你愿明愿等待 要等一天 要缘缘一生 还是爱你 未归个爱 谁为我今天 留你所爱 爱愿放置你心内 为了学业 为了不记理想 必要掉下这份爱 明天不可以再分开 分开不想接受心爱 爱愿我独自自身于是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真爱 想到不可以再分开 小姐 请问去美国这班航班 那些人都入门了吗 刚刚查询了 全部入门了 麻烦 干什么呀 找人呀 Harlene 你不是上了机了吗 上机干什么 那你今天要去美国选美 你没看今天报纸吗 我退出了 是吗 为什么突然退出 我一向都不喜欢参加选美的 你应该最清楚的 那 那 那为什么你会在这 那就是看你这个傻子 会不会来找我 怎么知道真的在这 Pauline 对不起 可不可以 多给一次机会我 多给一次机会你 原谅你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你要怎么才肯 我什么都肯做的 真的 除非 你让我看看你 有没有进步 怎么看 那 他报名参加这个比赛 赢回 我就原谅你了 特 特区先生 选举 是啊 有前途 適合你 不 不参加 可以吗 要穿着泳褲 扮大 很可怕 那你想你了 我先走了 喂喂喂 不要走 不要走 哎呀 让我先想想 那你想完再找我 喂喂喂 喂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马上去报名了 嘿嘿 那就差不多 喏 由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 的形象 兼Kidfit指導 有没有投诉 没有 那快要加报名表格吧 特区先生 这个位置 在等你坐的 真的不知道 这些是不是叫做现眼报 当初就是我逼Pauline去比赛 现在就轮到他 他 还要照板煮碗 摺摸我回头 天天 逼我 做成几个钟头 exercise 真的有苦自己知道 我终于都明白 为什么他当日 死都说不玩 要退出了 原来 真是这样的 真的好像非人生活 但是就算多辛苦 我也会捱下去 因为我很清楚 自己这次参加这个比赛的原因 就要赢回我已经失去的Pauline 所以说 凡事都是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看见现在Jeff比死更难受的样子 看他以后还敢叫我参加些什么物质 其实赢得这些什么物质名含有什么用 算我说 如果能够有一个爱你和珍惜你的人 才是女人最高的荣誉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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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